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微上涨一个点 基本上是原地不变 那么中国股市呢 上海和深圳分别有不小的涨幅 上证指数上涨0.9% 深圳上涨1.4% 欧美方面也同样有所上涨 英法德最少的涨0.6% 最多的德国上涨1.8% 那么在美国方面 由于之后呢 是交易时间段之内呢 陆续释放出对于这个贸易战事贸易谈判 有更好积极方面的消息 使得美国股市昨天呢 是出现了150点的上涨 平均三大指数涨幅约为0.6%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进入第13轮的核心阶段 最近呢 是不是有什么更新或者说是进展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呢 美国股市在它还没有关盘之前呢 已经受到了这个谈判利好消息的影响 而出现了上涨 那么是什么利好消息呢 其实到昨天晚上之前呢 在本周周初开始的副手机谈判中 双方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进展 但是一直到昨天晚上呢 特朗普他本人在他的推特上面突然发出消息 以及他在这个去机场之前接受的临时采访中说到 第一天的中美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他将会在美国时间周五晚上会见中方的谈判代表 那么这两则信号呢 非常明显的就表示出 现在第一 他对于谈判进程感到满意 第二 一般来说的话呢 只有谈得好 大家签了协议之后呢 这个总统呢 才会见客人 那如果最后是谈不好的话呢 还见啥呢 对不对 双方都很尴尬 所以现在市场呢 都预计着在今天的谈判中 双方至少能够签署一个阶段性的部分协议 虽然说可能签署全面的协议的希望不太大 但至少呢 这个部分协议呢 有总比没有要好 我们先吃饱之后呢 再去吃好 那么我们相信呢 只要他能够签下这个部分性的协议 对于下周的股市来说 那将会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可以达成 但是从特朗普的态度 以及他的发言 发出的推特来看 从现在情况来看 这个达成部分协议的可能性 应该说能达到了六成以上 所以说呢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以四六开来考虑的话呢 现在有六成或者六成以上的可能性 下周一的股市依然会上涨或者说大涨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对于我们的散户和投资者来说 那是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也希望尽快得到两国关于谈判进入签署协议的这个好消息 那么也意味着呢 在下周咱们呢 股市里面将会连续遇到多个艳阳天 第二部分 我们接着来谈一下澳洲本地方面 我们知道呢 今年以来澳洲200中上涨最多的股票 就是从去年以来的上涨进入神速的 叫做一个afterpay的金融支付公司 那么同样作为金融支付公司 我们在今年除了推荐afterpay之外呢 也推荐过四大银行之一的国民银行NAB 有投资者也问到 这个同样是金融公司 现在去投资的话 到底是买哪个更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虽然说afterpay和国民银行NAB 同样属于是金融板块 但是其实两个股票呢 是完全不同的投资类型 afterpay它属于现在是市场占有率很高 上涨非常快 但是它类似于美国的特斯拉 也就是说目前依然在亏钱 这一点相当的我们说是拖后腿 我们知道同样在之前中国的行业里面 比如说这个共享单车 市场占有率也很高 铺天盖地 这个包括了滴滴打车也是 占有率也非常高 但是他们都是亏钱 如果长期亏钱 你的摊子铺的越大 亏损将会越多 对于资金链的考验呢 也是非常严峻 如果它未来不能及时的变成盈利状态 那么现在这个疯狂上涨的股价 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 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 目前afterpay依然还没有在赚钱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股价已经达到了37澳元 这么高的股价 未来它如果短期之内 或者在预期范围之内 还不能达到赚钱的情况之下 它上涨还能涨多少呢 在我看来下跌的空间 要比上涨要大得多 那么同样作为金融板块里面 国民银行 我们可以说成 它就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投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懒人投资法 什么意思呢 由于国民银行所在的澳洲四大银行 在澳洲的银行业是处于一个垄断地位 四家公司垄断了澳洲银行范围之内 超过80%的业务 而且竞争对手非常难以进入 这个门槛非常高 所以说澳洲的四大银行 在目前依然享受着它们的垄断优势 垄断就意味着利润的庞大 和客户资源的稳定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 总体来说 基本上它们安全稳定回报高 股息也高 对于我们追求不是太高回报 但又追求稳定现金流的投资者来说 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而且呢 在今年四月份 我们推荐国民银行的时候 当时它的股价是创下了 过去三年以来 新低达到了24块钱 这个股价呢 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当时除了当时金融危机以来 当时去过20块以下 国民银行还十几年来没有去过这么低 所以说呢 从现在情况来看 它的回报率也非常高 24最高到了30 涨幅30% 也是我们也是非常的满意 但是未来怎么办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在澳元澳洲连续降息 甚至于未来有可能会持续量化宽松 这样的背景之下 股市会继续保持强劲 同时房地产会快速的反弹 或者说加快反弹的恢复速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银行的利润也会继续提高 所以说 各位如果想追求的是稳定保守性的投资 那么银行产品无一就是银行的股票 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我个人觉得afterpay的风险已经非常之高了 在目前37块钱还没有盈利的状态之下 它的上涨空间我预计比较有限 因此 我个人感觉除非它的 这个亏损缩小了 或者说即将盈利 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它的赚钱的能力越来越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进场 或者在它股价下跌20%以后 反弹的时候再考虑进场 要不然现在在连创新高的情况下 千万要考虑三思 不要去追进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各位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日在墨尔本的活动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我们将会在周日上午11点30分到1点 在老地方东南区的Glan Weaverly Novotel酒店 举办这个月的股票投资奖座 欢迎您到时参加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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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یں Already 再见 approval